你知道你講說 現在普丁對於習近平有點不爽 因為習近平明明在 今年2月的時候 你在北京冬奧已經承諾說 你今天去打 我已經告訴我要打 你只要打沒關係我支持你 結果沒想到真的打了以後 你在那邊袖手旁觀 袖手旁觀以後 我給你要求任何軍演你也不給我 然後在這次上海上和會的時候 你又給我減少 又讓我難堪 他要去搶我的中亞五國 所以你說普丁現在對習近平不爽 我想先講的真的還假的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在中國的網站流傳一些東西說 中國人現在你要到俄羅斯要非常小心 因為你到中國你要進到海關以後 別的國家都沒問題 中國人就被特別的刁難 被特別的割韭菜 原來現在俄羅斯真的對中國很不爽 沒錯 實際上這個中的關係不是沒有上限嗎 合作不是沒有進去嗎 這是習近平說的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習近平你一直沒有兌現承諾說 普丁要給你臉色看看 為什麼他這樣 耍一招 耍什麼一招 這是在莫斯科的這個謝列傑夫 握的這個機場 這機場是很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很多中國的留學生 要回到俄羅斯去 因為準備要開學了 結果他們回去 很多留學生都大包小包 很多外國人也是大包小包 結果沒想到 很多外國人 你又直接走綠色通道 所有的中國人 你知道 又走到紅色通道去 他開始怎樣 他就是要刁難你 怎麼刁難你 這是留學生拍出來的畫面 他說為什麼只有我們被留下 你看這是外國人 大包小包他又直接走出綠色通道出去了 這邊被留下來都是中國人 那可能就 行李搞不好都沒這個外國人多 然後被留下來之後 那他們怎麼做咧 他說很簡單 開始一個一個檢查 譬如劉寶姐 你的行李拿過來 你的規定是20公斤 你為什麼超過20公斤 他就開始給你量量大小 然後給你秤重量 超過了 他就給你罰款 他說我們俄羅斯規定是這樣 可是他們有口說不出 他明明這個都已經超重了 你都睜一隻眼 別人都不管 為什麼只有我們中國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就說 所有中國人都在這個地方接受 單獨的檢查 所以他就警告這個留學生說 如果你要回來的話 你要小心啊 不然你可能會被割韭菜啊 而且很多人還沒接到一個小房間 帶到一樣 我就是進到海關 進到了這個檢查站 進到檢查站以後 我就跟你刁難 別的國家就這樣進去了 只有中國要單獨檢查 而且還給你很詳細的檢查 還可以翻 如果你是提重量合覆規定之後 他還給你打開 就算你這裡面有這個 維靜品 老外已經這樣走了 對啊 你看 老外他們就說 這個老外的東西都比我多 為什麼他不用檢查 他們就非常非常的生氣 那這為什麼 你沒辦法 你組織沒有按照承諾 我們現在俄羅斯也要給你一點點 排頭瞧瞧 給你顏色看 好 為什麼這樣 我跟大家講啦 事實上目前為止 對普丁真的很尷尬 他也只好拿中國的留學生出出戲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 原本在今年2月的時候 的確當時的時候 他們有 普丁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聯合聲明啊 聲明說有遺無上限啊 合作不封頂啊 然後還說怎麼合作沒有進去 哇 講得這樣 普丁很開心啊 就回去發動戰爭沒多久說 欸 你樂宇辰還說過 中俄關係不封頂啊 那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東西來嘛 所以那一直沒有東西之後 普丁就不爽嘛 所以你說2月4號 普丁跑到中國了兩年 他跟習近平見面 講了有遺無上限 合作不封頂 對 就代表我會挺你挺到底 可是問題是習近平 為什麼沒有 因為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這個拜登一直在給你警告啊 他說什麼 你如果習近平違反對俄羅斯的制裁 是掏天大錯 他一直這樣講 掏天大錯 歐洲也一直這樣講 所以那習近平根本不敢有任何 他就縮下去了 不敢有任何動作 那加上說你知道最近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裴洛西啊 他最近也去捅這個普丁一刀啊 他跑到亞美尼亞去 他最近訪問亞美尼亞 為什麼也訪問亞美尼亞 因為亞美尼亞被這個亞塞拜人打的時候 俄羅斯完全不文波 結果他就去了 他去了之後 抱歉你知道嗎 他在亞美尼亞受到民眾的歡迎 好幾百人上街頭去歡迎他 然後說我們支持美國 我們支持美國 等一下 亞美尼亞不是俄羅斯的小老弟嗎 他不是一直接受俄羅斯的保護嗎 怎麼現在裴洛西來了以後 他們居然講說 我們誠心希望美國 不會像俄羅斯這樣背叛我們 所以亞美尼亞是歡迎裴洛西去的 然後他說什麼 因為俄羅斯對這件事不文波 他說美國和歐盟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所以他現在大家都在捅這個普丁 普丁到顯然普丁真的面臨到非常大的困局 好那我們就講 這一次的會議裡面 我覺得習近平有意無意的 他要再避開這個普丁對他的一個質疑 你看明明看 在上個會的時候大家都可以照片照相 你晚宴你就不去 為什麼晚宴不去 他很擔心在晚宴的過程裡面 如果普丁結合他小老弟在那邊質問說 你為什麼不挺俄羅斯 那他該怎麼辦 當然中國的說法是說 因為要防疫的關係 但是他就是 你都來了還擔心這一天 他就是不要這樣 而且這是你拉攏關係的最好機會 結果沒有 你看這個晚宴就變成 人家就說什麼 反而變成愛爾斷是老大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些都是突厥國家 那所以我把土耳其視為老大 反而是土耳其 這個好像反客為主 普丁也坐在這個地方 你看普丁這一張照片的氣勢都沒有了 他過去一定是坐在這個位置 就現在這次是愛爾斷坐在這邊 這就都是我的兇奴突厥的國家 你就知道這樣 好那我們就講 在整個他們兩個在15號的會面裡面 你也覺得非常有意思 普丁什麼都給你了 普丁跟他見面一開始說什麼 我們支持一個中國 反對台灣獨立 我們譴責美國在台海之間的關係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你連這我都給你講 結果習近平一直在那邊講 他講話他照稿念 那照稿念的時候你就看到習近平 普丁其實他的表情非常的難看 他就是一點就是說 你趕快給我講出來 那人家習近平其實不太敢看普丁 那兩個人就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他 我都面對面了 結果我的眼睛只看稿子 結果他通篇了沒有講到烏克蘭 所以他就很生氣 回去就翻臉了嘛 那你知道事實上為什麼 我覺得中國人這一次真的 有點在背後耍音招 因為你知道俄羅斯 俄羅斯不是很多石油天然氣 都到中國去了嗎 結果沒想到說 中國在賺價差 他能夠買越多買越多 他光是賣給歐洲每一筆 還可以套利30億 所以他不是 他在言下說 你弄越多給我 你不再去買俄羅斯便宜的天然氣跟石油 你還給他轉賣 對還轉價差 我就說你看 這一次你要俄羅斯 中國你要什麼我都給你什麼 中極烏鐵路也給你了 是沒有你啦 你人也我也給你了 那你要什麼 什麼人民幣結算 我也要參加 所以他等於是給了習近平非常多 你要的我都給你 但是習近平就是無奈 就是不給他說我要支持你作戰 所以為什麼中國留學生會慘 我覺得現在在中國的這個 在俄羅斯的中國居民 你也要小心啊 搞不好他會想出更多方法來整你們 好董事長 你真是老道啊 在昨天我們剛剛講 上合會的最後一張照片 習近平沒有參加 你就說 現在習近平跟普丁兩個人關係 什麼有心想跟你講 真的還假的 你用來胡說我了 搞了半天 今天中國留學生就放了影片說 現在中國人只要進到俄羅斯的機場 百般刁難 所以你就看出來 中國 美國 俄羅斯 他們對外交處理的這個態度 是一個根本上差異性 中國有什麼 有戰狼 戰狼幹什麼 打嘴炮 吵架打嘴炮 我跟你講 一點屁股都沒有用 美國人從來不跟你吵架 對 啰嗦完了 抵禁偵查 飛機到你頭上來了 對不對 不跟你啰嗦 對 俄羅斯更狠 對不對 他們一個個 巧克力從頭到尾 從頭給你摸到尾 對 讓你 火大 所以就搞你嘛 所以 所以俄羅斯 等一下俄羅斯這個動作 真的非常惡意嗎 俄羅斯這個動作 真的衝著中國而來 真的要搞中國嗎 當然是故意的嘛 你看中國以前為了這個 買水果修你菲律賓 你忘記沒有 把你的水 他把 香蕉放到爛 對 幾百個貨櫃放到爛 他不是要整你嗎 他現在更厲害 整人 你現在進來 我現在刁難你嘛 就是你 表示你中國對我惡意嘛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消息 出來告訴你北京嘛 你昨天搞我 今天就搞你 他根本沒你把你撤起來 這麼快 俄羅斯多狠啊 世界最狠就是這樣子 戰鬥民族耶 對 他哪裡有講說要支持你台灣 他有講嗎 他有反對 他有 他講了半天 他有講說要跟美國人幹嘛 沒有 沒有嘛 他也是 跟普丁也是嘴炮打打算了嘛 普丁再笨也不會笨到說 要支持你中國來跟美國人幹嘛 對 這個是從來沒有講過 他講最高的原則 講台灣是什麼 台灣不需要打仗 就可以統一了 對 這個是屁話嘛 就是你不要 我不會跟你去打台灣這件事 因為打台灣就是打美國 所以他怎麼可以跟你幹 所以他我沒有跟你打台灣 他清清楚楚的告訴你說 我沒有要跟你打台灣 你看他講了一大堆 沒有講要跟你打仗喔 對不對 一樣的嘛 因為你習近平跟他講的時候很簡單 他要東西不給嘛 要什麼東西嘛 很簡單啊 軍火裝備啊 你跟我講那些天然氣有什麼屁用啊 對 我現在戰場上現在缺砲嘛 缺砲彈嘛 對 對不對 缺火藥嘛 我沒有無人機 我沒有精準砲彈 對 我有武器 我要軍援嘛 你當時 那為什麼 普丁那麼不高興 這一定是答應的嘛 放歌詞看不懂嗎 你放昏教啊 放昏教 冬奧會的時候 兩個人在 這個 兩個人在秘密開會的時候 對 對不對 在釣魚台賓館個別會議 你記不記得 所以你看兩個人如焦四季的時候 講的友誼無上限 合作不封頂 現在也沒上限也封頂了 那這個話的 只有這兩句話嗎 他一定是普丁跟他講 普丁是會打仗的人 他當然知道我這個國家 打下去會面臨什麼情況 他當然知道 一下第一個很簡單 得罪美歐 北約全部得罪 普丁不知道這個結果嗎 當然知道 他會打贏 他認為他會打贏 可是他知道得罪誰他知道 對 那他現在尋求你大國資源嘛 大國資源他知道一個國家 最重要的就是中國 中國 所以他特別坐飛機參加冬奧 跟你一個人在釣魚台賓館談完 談完九個小時你一開 看完開幕式還沒 還沒看完就跑掉 看完就走 看完高幕式當天坐飛機 坐飛機走了 就打仗嘛對不對 那徐靖民有沒有承諾他 一定有 當然承諾了嘛 那你那個承諾 他們那個大人大禁 難道我需要跟你訂合約說 一一五二榴彈炮幾個 裝甲車幾台 不會是這樣子承諾的嘛 但那個就是 友誼無上限啊 合作不封頂啊 那你要不要軍火給我 當然要給我 就你現在落跑 你怕老美制裁 他現在怕得罪 但是很壞嘛 他看到我 你看他衰嘛 你現在看到我輸了嘛對不對 你就開始落跑了嘛 就是人不是都是這個德性嘛對不對 我看那個陳時中衰了嘛 對不對 我都罵他四叉貓嘛對不對 我就開始就是落井下石 每一個人都一樣嘛對不對 這一樣的道理啊 他就是看到普丁衰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學問 你要注意啊 他當時第一次在講友誼無上限 合作不封頂的時候 在中國的 在他國內的壓力很大 回到了政治局 回到了常委會 被攻擊嘛 沒錯 被攻擊的時候 所以第二次王毅的說法 第二次就改了嘛 被改了 改了叫什麼尊重聯合國 決議 一大堆 鬼伴 就開始叽叽歪歪這樣 講一堆廢話嘛 就在撅了你知道嗎 可是問題是你在一起打啊 你打下去你再給我撅 那不是把他爆婚叫 他就不是放歌是什麼 然後你看他現在 普丁現在一個頭兩個頭大 普丁很屌耶 你不要搞錯 我們有個相片 你還畫面沒有看到 他弄的北西 這個西伯利亞 他二號管線的時候 對 是通過蒙古對不對 所以他有跟蒙古 跟習近平三個國家一起照相 你知道吧 這實在實在 中間的是誰 普丁嗎 普丁站中間 兩個小弟在旁邊 普丁到今天這個樣子 他站中間 他還是老大 我跟你講習近平乖乖站旁邊 我跟你講這個中國共產黨 從產生這個政黨開始 就吃蘇俄共產黨的奶水長大 沒錯 他從小就記得蘇俄共產黨是他的爹娘 我跟你講 撈得狠 沒有辦法 他就看到俄羅斯就是我吃定你了嘛 好你再來一看 美國人剛好就搞他嘛 美國人沒有停了 美國人就幹他嘛 所以他同時把美國得罪 同時把俄國得罪 這個習近平也是他們現在 目前當下的漢式的 舉世的奇才 你知道 為什麼現在普丁這麼生氣 你知道嗎 現在 你至少本來在烏東兩地方 在頓巴斯有兩個傀儡政權 結果現在 竟然盧甘斯克的第一個村莊 已經被烏克蘭搶去了 而且他現在在頓巴斯 幹嘛 我要征兵 征兵出現什麼超誇張狀況 導播我們看喔 這個是上面 他把很多人就拉扶 拉扶上去征兵 征兵以後 居然有一個女的 就坐在這個卡車前 不讓車子過 因為我老公就在車子裡面 對 我覺得現在整個盧甘斯克 或是烏克蘭戰場 俄羅斯基完全沒有士氣嘛 你看這個畫面很清楚嘛 因為這是盧甘斯克的市區 他們要去征兵 他們要去征兵的過程 就是拉撞釘嘛 對不對 以前一定拉撞釘 我們看這電視台右邊 拉撞釘的過程中 那撞釘莫名想要被拉到 這個遊覽車上 對不對 男生不敢反抗 你看老婆不答應 老婆 老婆直接躺在這個車子前面 欸 不讓老公去上兵 他老公在車上 他就躺在車子前面 Over my dead body 你要上去先Over my dead body 那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狀況嘛 如果今天喔 他們知道他老公去打仗會打贏 會升官會發財 老婆會不准嗎 會 當然老婆 老婆不會不准嘛 老公要去當將軍了嘛 他已經得到太多資訊了啊 會輸啊 會死啊 我老公卻不會回來嘛 他在那邊擋嘛 所以現在根本爭不到兵 而且現在烏克蘭武裝部隊 直接在整個烏克蘭 在整個盾巴斯盧干斯克這個地區 攻擊很多傭兵的據點 因為這盧干斯克 因為畢竟不是俄羅斯的實質攻擊 實質控制區 所以其實是派了很多傭兵在這邊的 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其實是以前這個一個傭兵的據點 結果被一陣砲擊之後 裡面傭兵死的死 殘的殘跑的跑 整個盧干斯克幾乎沒有戰鬥之力嘛 所以後來 所以現在盧干斯克盾內斯克 都會被奪回去了 都會被奪回去了 而且你知道像這些傭兵 都還包含瓦格納傭兵 後來你看回到俄羅斯基地 你看到左邊是瓦格納傭兵的 看起來很兇喔 過去推了俄羅斯的軍人一把 結果俄羅斯軍人就衝上去 圍毆這個瓦格納傭兵 狀況是怎麼跟大家講 這個瓦格納傭兵跟俄羅斯士兵 都是回到逃回俄羅斯 逃回俄羅斯在俄羅斯的一個飯店裡面 就在那邊安置 結果安置的時候 這個瓦格納傭兵其實很像流氓 你看過去推了一把之後 他就說我不要跟你們打仗 結果他因為推了俄羅斯 用士兵一把之後 俄羅斯士兵都旁邊起來 拿出甩棍啊 槍托啊 開始揍他 所以你知道這發生什麼事情 表示內部不合理了嘛 內部亂了嘛 他們也沒辦法統一作戰嘛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除了劍小之大之外 另外你看俄羅斯已經開始 不去打一些戰略目標 開始炸烏克蘭的核電廠 我們之前都講嘛 你炸水壩 炸電廠 這都沒有意義的嘛 現在這是烏克蘭南部 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個核電廠 被炸 被炸之後也沒真的炸到 裡面很可怕以為要核災 結果好險裡面三個核反應物 都沒出事 可是有個畫面真的太扯了 來導播帶回來 這畫面是烏克蘭撿到一個 T-90M的坦克 完好無瑕 T-90M 真的很扯喔 T-90M制於烏克蘭俄羅斯的陸軍 就好像莫斯科要制於黑海艦隊 T-90M就是俄羅斯陸軍的旗艦 結果呢 T-90M只能被戰死 不可以被俘虜的 結果你看到這樣丟一個完整的T-90M 裡面的內裝 機器 器材 全部都被撿走 這東西美國幹嘛 拖回來研究嘛 所以這場戰車俄羅斯打不下去了